7月3日,香港警方公布涉嫌于铜锣湾抢犯及刺伤一名防暴警员的24岁男子黄君华 已于7月2日凌晨在机场准备飞往英国伦敦的国泰航班上被捕 黄君华3日下午由警车带到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接受首次审讯 他被控一项有意图伤人罪,暂时无需答辩 法官将案件押后至8月24日再审讯,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期间被告需被关押 香港警方表示,7月1日,一批暴徒在香港多区大肆破坏 黄君华首次尖刀刺伤警员 警员多处受伤,包括左伤臂近尖薄的位置被利器刺伤 当时进行简单包扎后送院,现在仍然在医院治疗 一名机动部队的警员尝试去制服疑犯的期间 遇到该名人士强烈的挣扎和反抗 其间该名警员被多名的暴徒逃手和用力气和雨伞等等的东西 香港警方透露,安发后疑犯买机票准备潜逃英国 当晚有匿名人士致电机场景区督查的手机透露疑犯行踪 指疑犯已登上飞机,警方迅速锁定国泰CX-251航班 在飞机即将起飞前的几分钟将疑犯在机舱内抓捕 我们收到有人向我们提供消息 就是在上述的案件有一名的施杂者在途人士 他会乘飞机离开香港的 经过我们调查和分析了一些资料之后 香港警方强烈谴责袭击知情人员的罪行 并会继续全力调查,将此事件中其他实习者抓捕归案 据了解,根据香港法律第十七条 有意图伤人罪最高可处终身监禁